水宝局华联分局持续推动绿色照护网络 让农村里的高龄者可以在农村找到活力 透过植物、作物栽种进行绿色疗愈 而寿风休闲农业区也以老人种菜免弯腰 限定版的老人开心菜园 在志工带领之下体验绿色疗愈的方式诞生 用菜篮替社区老人打造价高的菜园 让当地还有能力 也愿意耕作的老人们可以免弯腰 老久继续享受农耕的乐趣 这是水宝局华联分局 宇寿风休息农业区 以及风山社区发展协会事办的绿色照护站 让老农经营自己的开心农场外 种畜的蔬菜还能回馈给社区老人关怀据点 当作他们每天的午餐食材享用 台湾目前已经迈入这种高龄化的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 那农委会这边我们是一直从去年开始来推动一个绿色照顾 我们绿色照顾四个场域的面向是 绿疗愈 绿饮食 绿场域 绿照顾 这四个面向 那当然这四个面向 一切都是以一个社区的出发点 当时农委会这边我们是在推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来讲 就是想要让这些长辈们他们自己不会觉得很孤单 就是说至少我还可以参与到这一个绿色照顾房 然后结合大家的一些一些理念一些一些一些作为一些方式 来到这边大家可以画家长 也不会让老人家感觉到在家里很孤单很无聊 所以说才会有这种计划 考虑到老人家年纪已大很多不方便弯腰 所以他们用回收的菜篮把菜园垫高 各架高约30公分60公分 让想耕作的长辈 因此可以不必弯腰 就可以轻松重拾弄耕乐趣 随法局华联分局协助不弯腰菜园的建制 期许能够作为社区健康农员 让社区年长者借由耕作来达到身体的活动提升健康 记者林杰受风香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